所以不要特斯拉一出事 就認為是特斯拉的自動駕駛 林志穎昨天開著特斯拉的Model X 在桃園這個中正北路這邊自撞橋墩 那很多人都說他是這個 這個自動駕駛害他去撞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 我今天開著同一款的Model X 跟他走同樣的路線 看會不會去撞橋墩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他要回轉的地方 我們要回轉之後立刻開自動駕駛 這裡就是他回轉的地方 所以按照他的行車紀錄器 他回轉之後會再切到中線車道去 然後稍微靠右 他的速度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轉的 好,轉過來之後 我們開啟自動駕駛 你看 好,OK來了 自動駕駛囉 兩條線自動駕駛 前面就是橋墩了 你看 你看 這個車子安安全全的通過這個橋墩 就上橋了 這個絕對不會是自動駕駛的問題 所以不要特斯拉一出事 就認為是特斯拉的自動駕駛 那其實他的自動駕駛 在這個 一般市區的道路都只能 自中跟車 那也不是完全的真正的自動駕駛 那基本上他只要判斷這個 這個車道線 他就會自動將車輛自中的 不太可能會去撞橋墩 所以至於他發生的車禍的原因 是什麼就還不清楚 可能要等他自己本人來做澄清這樣子 那 不過不管如何啦 還是希望他早日康復 好 就這樣